这是两只剑毒蛙的领地之争 它们就是部落人用来制作毒箭的草莓剑毒蛙 没有被做成毒箭之前 它们都是一个个小乡扑手 为了保护后代草莓 爸爸与人丛林肉搏在所难免 它们的搏斗方式非常原始 有时候看起来甚至像是豹队一样难上加难 它们每次哲学讨论都要持续半个小时以上 虽然彼此都会筋疲力尽 但是强人锁后放在动物界中仍然是好用的 胜利的蛙爸爸至少要保护蛙乱两周以上 然后等蝌蚪出身后再把它们逐个背到私家小吃堂里 青蛙是爬行动物中少有的合格父亲 它们会一直照顾这些幼崽直至它们的笑容逐渐变态 而干旱的沙漠中另一种动物也在时刻准备着 这里生活艰难这只老鹿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 虽然这里有河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河床都是干枯的 依靠花泥布和极少数的水流 河道两旁的植物也在这里艰难地生长着 西洋下老鹿伸长脖子也未必能够到这些富含水分的树叶 尽管此刻的峡谷尽显柔情 只是此刻老鹿无心观赏 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风景 好在长颈鹿有着让人烫为观者的舌头 在动物界中 家常的舌头永远都更加好用 迟到树叶长颈鹿才算在这个世界重新上线 它已经统治这片峡谷几十年了 在这里它经常能邂逅慕名而来的雌性 只是连破老以上能犯否 除了雌性年轻的雄性自然也会基于这片风水宝地 固然年事已高 但是长者的威严仍然不容侵犯 他们会互相推散来试探彼此 如果觉得有把握挑战者就会发起攻击 他们的头水看起来有些不痛不痒 但是这种力道要远胜过人类之间的拳脚垫跑 通常时候几个回合的打斗就会高下力判 但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中 失败的后果往往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他们改变策略年轻鹿开始攻击老鹿的臀部 而经验丰富的老鹿则专攻小鹿的大腿 虽然如此但小鹿年轻气声还是一锤将老鹿拍倒 看起来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不过年长者并不想服输 他甚至失败对他来说就是死亡 最后一击即将到来 老将成功躲过了小将的致命一击 而他则狠狠地敲向对方的腹部一击制胜 这次虽然老鹿依靠经验取胜 但也仅仅只是险胜 可能这片土地留给他的时间运不太多了 除了人类 长颈象鼻虫大概是自然界中唯一会包纵子的动物 它们会在树叶上产加一枚小卵 然后用它挖掘剂一样的脖子把树叶卷起来 可能这个造型看起来和春卷更加接近 之后它们会把蛋白春卷扔到地上 一个隐藏极好的墙堡就这样造成 不过在此之前 挖掘机仍然是要打架的 为了竞争磁性小虫也要与人近身肉搏 挖掘技术哪家墙 谁强谁才能去新娘 在贫瘠的大漠边缘 仍然动物能在这里生活下来 有些年份中这里低雨都不会下 这这个是斑马市这片土地的领主 它不喝水也能行走三天 一年的大多数时候它都是独自一马在这里自娱自乐 但它仍要坚守领地来等待途径这里的雌性斑马 如果它们愿意 雌性斑马会在这里稍作休息 自此这匹小公马也就有了课程之机 不过小四马们似乎并不欢迎这个毛手毛脚的家伙 也许是这个领主的某些方面并没有打动它 为了证明自己小公马必须显示出它往的威严 突出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殴打同类 所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雄性都喜欢打架 一对小公马恰好在此时山上赶来 这正好给了领地马表现的机会 领地马会肆咬驱赶这些外来的智能小马 它会一个一个地将它们逐个击破 可能它们的智商并不足以支持它们团结对题 这些年轻马只能是给领主马做了嫁意 目睹了领主的勇猛后 小木马自然也芳心大动 如今它在追求时也会变得格外轻松 在动物界中凯雄归来后的雄性 永远都会迫不及待地与雌性均刻温柔 这也是这只领地马孤独坚守在这里的意义 食物 水 还有途经此地的过客伴侣 交流过后 马群不会再有任何留恋 有些时候即便家里有草原 也留不住一匹不爱你的野马 总有千般温柔领地马 也注定与它的亲密对象无缘 离别之后或许此生它们都无法再度相见 望着远去的马群背影 领地马似乎恍然大悟 无管之前有多卖力自己中贵 也只是个可怜的工具 竹马的含义有时候并不是说它有多风流 又有几人会知道 浪子的落寞是因为巫人肯为它停留 子的死 acuerdo compatrily 体验 体验 服务 聋 背